我們要知道他沒有承諾 他選市長就不選總統之前 所有的認同台灣的人 尤其是支持民進黨的人 都不要投票給侯友宜 因為他會用這個市長的選票去衝總統 像個漢子吧 就講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 你講你選的市長要去選總統 我也尊重啊 你不能欺騙社會說你要應徵這個新北市長的工作 結果你應徵到了 然後就像朱立倫一樣又請假去參選 然後落選又道歉 或像韓國瑜一樣 選上了市長之後就去選總統 他有在做這個高雄市長的政務嗎 是這個樣子才被罷免的 所以我們不希望侯市長 你記住市長 侯市長之後成為第三個錯誤的示範 所以現在侯市長就在閃躲嘛 他想要閃來閃去看不能萬民湧在 如果他選票衝得高 然後被被迫就是徵招來參選 所以我要把這個事情都講出來 讓新北市民做選擇 當我們在投上新北市長這一票的時候 你是在投市長還是在投總統 特別是綠營的支持者 因為侯友宜他故意啊 他搞成他自己很不政治嘛 所以藍綠通吃啊 我要讓他能夠獻出原型啊 綠色盤才會回流 我們現在的士氣好 民調逼近啊 就是因為很多過去可以接受侯友宜的人 現在已經看破手腳 所以就回來支持我啊 為什麼 因為那些綠色的支持者也希望2024啊 民進黨贏得總統大選 然後現在去支持侯友宜 把他養大之後回來咬自己嗎 我們不要拿石頭扎自己的腳 我們要知道他沒有承諾 他選市長就不選總統之前 所有的認同台灣的人 尤其是支持民進黨的人 都不要投票給侯友宜 因為他會用這個市長的選票去衝總統 這個有什麼好閃躲的 像個漢子吧 就講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 你講你選的市長要去選總統 我也尊重啊 但是你不能閃躲 是這個問題啊 他躲不掉的啦 沒有你 我不要說不行 還有一刻 我就說能不做嗎 你問題就可以了 當警察 坐著 天祥 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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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著